一会儿尿一点 一会儿尿一点 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杜岳峰 西岩交通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密尿外科 副主任医师 有些人都测试了去 尿的时候不多 尿一点点 但是尿一点点 一会儿又想尿 又会尿一点点 这样实际上叫尿频 迎接尿频的原因 是很多方面的 比如啊 如果你不信 激发了慢性前的血炎 如果你有密尿系的感染 如果你有前的现实真身 以及膀胱的过度红龙症 或者是有心 精神心理性的焦虑压抑紧张 或者你有糖尿病 都会引起尿频的现象和症状 建议你要根据相应的 伴随症状来进一步的明确诊断 如果紧进食尿频 没有任何的感觉 你可能首先要考虑到 可能是不是膀胱过度红龙症 这个可以通过一些 尿流动力学的检查 来进行明确的诊断 如果你出现了尿频和尿痛的情况 大多数啊 一般是密尿系感染的原因造成的 那建议呢 多喝水 配合考虑一些抗认术 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和处理 整个人生的抗议 那是密尿病人造成的 可不辞 尿病人造成的 那是密尿病人造成的 也有并非 那是密尿病人造成的